今天去皇谷区的石离塔摊地公园 看水墓光影秀 彩虹 就露出一小点 这个就是石离塔 夜市啊 样子挺多呀 十万钱一份 二十四节气 升级改造后的石离塔摊地公园 增贴了文化底蕴 市民可以体验到浓厚的国风盛世风貌 这片拥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寺庙 是叫回龙寺 是建于唐 也称舍利寺 每天九点到四点开放 现在已经是关门了 本来还想游览一下舍利塔 但是这一片在改造中 工期大概一年半 以后原有的建筑和景观 都会连成片 打造成国风主题的公园 马上七点半了 河岸边已经挤满了观看水墓观影秀的民众 耀眼的灯光 把岸边的树映照到五颜六色 正式开启了不业环顾的流光溢彩 办公上的无人机也都架上了 家人尽少了 苍苍地露发 红红丝风起扫痒 乐于自己的微弱与风华 家人尽少了 你眼睛要看哪儿 你眼睛要看哪儿 好想念了 啊 啊 哦 不说 有情 却不想说 天亮宿命多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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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场视觉盛宴还是很叹为观止的 因为人太多了 必须提前到达 否则什么都看不到 为了看灯光秀 站了一个多小时 属实给我蘸饿了 所有青菜免费 这是鸡肉和猪蹄 两参的 鸡爪的还没上 单独要只爪 这样还可以吧 自选的青菜 拿那个什么手套 色泽还不错 不只是烤的外交里认的 放在盘子里吃 你抓住下来 一大鹞 淋味 поп一会儿 已经有点 白笋 就有点 据 衣服 有点 魚肉 好多 wanna吃 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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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好吃吗 可以 大猪蹄子 把肉夹出来然后开始上火锅 你家跟那个中间那个刘继光大 最一夹不 夹不一样 夹水吧 火的比较大一点 肯定也会给老板听一点实在 火锅鸡已经火了好多年了 还是没有过气 用青菜涮锅里的鸡汤再蘸点麻酱料 感觉比肉还香 价格也很亲民 是一家让人感到幸福感的小店 吃饱玩好 坐地铁回家啦